大家好,马上就开始直播了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山东老乡 山东老乡 给大家声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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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30分钟啊 30分钟 8点半结束啊 不要再发微信了 那个微信呢 大家看了 这个实际上都看不了 再给你们带麻烦 所以我就不愿意用微信了 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了 浙江人民 你们会感谢浙江人民 我们有五睡的习惯 白天睡不着觉 发布会一定会成功的 一定会成功的 新西兰的朋友 特别是新西兰的朋友 澳大利亚的朋友 我在这特别问候 特别问候 重庆老乡 太好了 盘古附近 好 最近我们很多员工说 哎呀 盘古来了好多亲人 我什么意思啊 吓我一大跳 他说好多人来特别友好 对我们特别客气 后来说都是郭先生的催友 河南老乡后 澳洲老乡后 家人还没放出来呢 没放出来呢 他大早上起来不能抽血压呀 现在多少是在网上 多少 哦天呐 这么快呀 哇 哇 昨天那个视频已经达到了 二十几 二十几万 二十四万一个 另外一个十八万 直接上四十万 然后观看次数 两千六百万 疯了 我女儿啊 我女儿二十几 不能告诉你具体的就是她的秘密 Snow先生 很多朋友惦记了你 谢谢朋友的祝福对家人 谢谢 谢谢 谢谢江苏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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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纷纷地用这个给我发情细 简直是爆了码了 爆棚了 我女儿已经有男朋友了 谢谢您了 哈尔滨 哎呦 太喜欢哈尔滨了 太想念哈尔滨了 我一想哈尔滨冬天说 吃着冰棍 喝着这个东北的大区酒 然后弄着这个尖椒干豆腐 哎呀 那个小鸡儿炖蘑菇一吃太幸福了 哈尔滨简直是最浪漫的地方之一 太棒了 内蒙古 我是几年前刚去过内蒙 去了那个山上 当地的人 我们找了几台车 在山顶上发着电 我看了当时的是大秦帝国 在那块看着 在山上坐着看 太舒服 打个仗了 浙江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我浙江我很多好朋友 没用反镜头 我还没到前面去呢 我等等大家 等等大家 因为很多人没来呢 摩托上海 摩托上海 咱嘛 咱这次爆料 不爆商人 咱不爆商人 咱中国的生意人都太不容易了 你们老说爆人家王思聪 不要爆人家 人家这孩子多聪明啊 这孩子多聪明啊 不容易 人家是一种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 不容易 我觉得下一代就比上一代强 我觉得王思聪就一定比他爹强 绝对的 千万就是年轻人要维护年轻人 不要以为人家富了 有羡慕妒忌恨 这是最忌讳的 有人要看你啊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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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你老亲我干嘛 去亲亲我的推友们 好不好 推推亲友们 快倒把点 还有三分钟 但是我特别特别讨厌什么叫什么 思聪老公 什么全民老公 这是骂人呐 这对这个思聪的孩子非常不好 哎呀 非常不好 过去的时候骂人才用这句话呢 就是把自己的命和福分都给折掉了 他这孩子从国外读书的 这个人也非常不错 大家不要去毁这样的年轻人 他有什么情况 人家啥 千万别毁人家 大家互相保护才能有未来呢 凡是叫人家国民老公都是骂自己的人呐 那是最糟糕的 景田啊 太多人问景田了 景田的背景实际很简单 我跟我没关系 我就不想说 哎呀 特别简单 景田 谢谢你们的问候 谢谢 咱们小思诺这叫心脏先跳跃心脏加速 好像他要上镜头似的 来 我给你冲一下吧 你不能咬我身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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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我身上啊 你咬我身上的脆油可不让你啊 你咬我身上啊 你咬我身上啊 你不要咬我身上啊 你看我干嘛,黑眼督督,白眼督督手,你看我干嘛。 看我们的朋友去。 大家好,先让我的小Snow给大家问候一下。 Snow,来来来,多少人关心你啊。 啊?是不是在怀着时间太长了呀?我就老担心尿我身上。 我担心尿我身上。 它叫Snow,它不叫希诺,这个完全两回事,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它叫Snow,本来叫Snowbow,Snowbow就是雪球的意思。 后来我儿子说还是叫Snow吧,说是叫Snow了。 谢谢大家,我先把它放下来,我怕都担心尿我身上。 首先,在这里向所有的推特表示感谢,今天是5月16号,文贵在推特里面直播报平安的视频。 首先呢,因为从今天起,我告诉大家了。 因为我时间不能长,我都准备开会。 很多很多的会。 我今天呢,在等着很多人来。 这个,哎,没问题吧? 哦,这个,呃,本来是很多,今天我这等人了。 我这刚才是穿上运动服务器锻炼。 我想在锻炼中,跟大家好好地这个说说。 跟锻炼中说。 但是我想还不严肃。 我就决定了,这不行。 赶快又换那些衣服。 今天主要这样。 说一下,我一切都很好。 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谢谢你们的关心,谢谢你们的关注。 这些担心我都收到了。 这个,心里总是暖暖的。 这种感觉,只有我这个当事人, 你们会有这种切身的感受。 就是说,大家素贵谋面。 远在万里之外,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担心我。 这是发自内心的。 这里没有任何利益。 没有权利,没有名义。 这种关系太美妙了。 太好了。 而像我面对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呢。 说实在话,绝大多数是利益。 还有利益相关者。 还有一些权利。 特别是大家都有目的的。 实际是最不舒服的。 这是为什么,我就不愿意出去社交啊,公关啊。 特别是我听到, 这谁有什么推友啊, 还有网友啊, 几百万女生, 我都感觉到太害怕了。 这人咋活呀? 这个压力会多大呀? 因为我觉得人没有比自由和隐私再重要了。 但是我现在就是被逼无奈。 现在这个成了, 这个现在走到了镜头面前的公众人物。 所以说我就得做好我这个角色。 那么通过这些天的这个爆料呢, 让我深刻的知道, 就真的明白, 就是说民心不可为, 民心不可欺。 太重要了。 因为,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我看到每些, 这些人, 我一醒来, 我四点多醒来的, 我一看到这些人, 我都真是想热泪盈眶, 我这个人吧, 感情太丰富。 这个我也不能在那天表现得像个眼泪锅一样, 天天对眼泪。 但是我发的那些, 我一看到很多人发了长长的信息, 让我们会感动不及。 因为这些人都是用生命, 时间, 一个字一个字人家打出来, 发给我的。 而且那么多人, 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照片发给我, 而且让儿子女儿给说这个郭大大好, 而且有的家里人分享了家里边的这个很私密的事情。 这是对文贵的信任。 这种感情和这种, 真的是没法说的。 所以说我, 大家我真的建议, 永远要相信, 这就是佛教给我带来身上最大的影响, 永远要相信, 世界上好人比坏人多。 这个, 不管黑夜有多长, 最终它是, 也只要太阳升起, 就一定被黑夜彻底给它拿掉。 黑夜有黑夜的浪漫神秘, 阳光下有阳光的力量。 但是, 这两者都是要有的。 我们不能说因为, 在黑夜中就怀疑了太阳, 就不相信有阳光的出现。 我们也不能在阳光下, 就以为, 就不会有这个神秘, 没有浪漫, 或者说没有黑暗。 这个, 上天造就了我们, 有黑暗, 有阳光。 但是, 我们两者是相对的。 这两者就是哲学的, 哲学的关系。 它就是宗教的关系。 它就是人, 男和女的关系。 它就是人与人, 内心和外在的关系。 也是内心善良和邪恶的关系。 我们人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矛盾的, 混沌的世界。 我们想把事情搞清楚。 这是我们人做人的基本的本质。 但是, 这个想搞清楚, 永远都在路上。 但是, 有一样事情是很关键的。 我认为, 所有的宗教当中, 谈的所有的事情, 就有两件事情它是统一的。 为什么我推动的宗教学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吸收所有宗教最好的。 那么宗教最好的两条都是共同的。 那所有宗教, 第一, 就是一定要善待别人。 世界上没有对错之分, 没有黑白之分。 也没有高低之分。 在中东, 娶四个老婆是合法的, 到中国, 到美国是不合法的。 在中国, 直接就被上面试了。 是吧? 那么, 相对的环境下的真理, 那它是合法的。 相对的环境下, 它是不合法的。 所以, 没有什么对错黑白。 只有一样是佛, 宗教里面所有统一的, 那就是善和恶之分。 善和恶之分, 这是全世界的宗教统一的。 所以说, 善待别人, 善恶之分, 善恶是所有宗教追求的。 这是核心的。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对宗教里面很多人这样解释, 那样解释, 我都在说。 不论你怎么解释, 你终于应该回到了善和恶这个本面。 需要这个, 这个层面的基础, 是统一了, 什么宗教都可以均定了。 那么, 这两天来, 很多宗教人士, 都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人, 甚至有世界上最, 最厉害的凡蒂冈的几个人跟我联系, 希望和我要来一次, 这个宗教和佛教的关系。 说, 这个他们看了我的这个节目以后, 他们很惊讶, 说这个, 我竟然公然的说这个, 对宗教这样的评价, 说这个宗教这个排他性, 我非常不接受。 他想听听我的看法。 包括了, 昨天, 有人在剑桥大学呀, 这个有一个学习班, 这个所有学习班, 本来是谈了本, 其他传媒的项目。 结果, 谈了两个话题。 第一个, 郭文贵这个爆料, 给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还有, 郭文贵在自媒体里的表现, 真正的是代表了, 就是说, 视频时代的盗牌。 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人类未来不可能再有什么平面媒体。 我不相信, 传统媒体绝大部分都会倒下。 那么, 在这个, 剑桥的研究当中呢, 其中就有宗教人士, 就有梵蒂冈来的。 说, 梵蒂冈跟我已经联系过了, 希望和我对跨宗教这方面。 到底是为什么说, 我认为宗教, 我什么叫做信? 为什么我不接触排查信? 我在这儿简单的说, 任何宗教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说, 都是有善恶之分。 善恶之分, 没有什么对错配搬。 还有一个是善待别人。 只要这两个本质是一样的, 所有宗教都一样。 我理解为上天的神, 只是用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 不同的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 有了不同的解释。 这就像宗教, 这个最早的时候, 这个基督教到中国的时候, 他,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唐永辉年代去的。 他的这个传道之法, 那么就是用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的道教和佛教的故事。 因为佛教很多是从汉来去的嘛。 那么编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他为了就是说, 以故事来传达宗教的精神。 包括中国的西游记, 他只是把西游记当中的一些唐永玄藏取经的一些事情, 编成了一个朗朗可口, 然后呢, 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有兴趣的故事。 然后潜移默化的就传了教。 这就是真正正的叫做, 当下的叫生活传教方式。 然后呢, 这也是叫聪明教, 也叫智慧教, 叫智慧传法。 这个传法的手段可以是多样的啊。 甚至可能用打人的方式, 轻轻打一下, 你疼吗? 这边说疼。 为什么疼啊? 因为你感受到, 我心中起念, 我打了你是这个因, 起念是因, 我拍到你身上, 这就是果, 你感到疼。 这就是因果效应。 所以这种, 只要是有智慧的人, 生活中处处可传法。 这个一花一世界,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讲的那些是圣者, 或者是上天的神。 这个是无容置疑的。 所以说这个对宗教所有人士, 对我的文贵的这种说法呢, 这个要质疑啊, 或者要沟通啊, 我都表示欢迎。 我文贵不是宗教人士, 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传道士, 传教士。 这个我只是在生活中, 过去的几十年, 结交了很多很多的宗教界人士, 或者是研究宗教的专业人士, 还有一些就是在宗教界有了大成的, 这些宗教界的代表, 和他们沟通, 学习。 因为我这人眼皮厚, 我不在乎人说我懂不懂, 我总是觉得, 谁要说我不懂的时候, 我特别开心。 因为你一定比我懂, 你才说我不懂。 那我就特想听听你怎么懂, 那我就可以跟你学习了嘛。 哎,我不懂不重要啊, 你说我不懂, 你说我是狗屁都无所谓啊, 太多人不懂了。 但是你告诉我你懂的是最好, 如果你不能告诉我, 你比我懂的, 那我当然觉得你就无聊了嘛, 就不和你聊了。 实际上很多时候, 别人的攻击, 或者说是你的敌人, 或者对你的谣言, 谣言, 或者是对你的误解, 恰恰是你证明你的机会。 我从第一集, 在明镜件事我就说过, 我这些年我很享受这种怀疑, 谣言, 诽谤, 因为他让我会做得更好。 这就是佛教和基督教说的, 上帝, 这个上天, 当然要让你要去干事的时候, 一定会锤炼你, 一定会给你送来敌人。 这个保罗, 这个基督教的保罗, 他遇到了多少问题啊, 是不是? 一生当中都在战斗挑战。 那么, 我们佛教里边孙悟空, 这样的故事, 那遇到多少人呢? 还有地藏菩萨,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最新的几天所有的推友们, 都因为给我宗教发动的信息呢, 我就是想说的事情, 文贵信的, 教, 就是我认为天下万教皈依, 万教皈依, 就是万里乌云万里天, 千江流水千江月, 这个比较和这个境界, 我认为是宗教, 宗教界大家都应该接受的, 我绝对反对任何宗教排他, 凡是排他的宗教, 还有这个推友当时给我发来说, 让我信这个信那个, 不信这个不信那个, 凡是给我发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你根本不懂宗教, 任何一个人生在宗教面前, 是多么的渺小, 多么的渺小, 所以我认为, 可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去思考, 宗教和人类都带来过什么, 可以说是, 会议参半, 会议参半, 人们找从这个封建社会, 宗教这个社会, 然后过渡到极度工业社会, 文明社会, 现在这个已经, 就像这个在做的那个研究, 就是科学与宗教, 自然与宗教, 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不是神话, 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环境, 严重影响我们的情绪, 就像我们现在睡不好觉, 你脑子就发萌, 你就会气不气的事, 当你这个肚子吃饱的时候, 你打嗝的时候, 你就是状态不好, 当你不锻炼的时候, 你血液循环就是慢, 然后到这个树林当中, 树林一堆狗屎在你周围, 你就是身体不舒服, 当你拿一个简单的刀子,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给所有人说, 我说宗教是什么, 自然的科学, 你就拿一把简子, 大家看到, 你就对着自己的脑门, 忠心, 你对五分钟, 千万别拿下来, 你就一直看着什么感觉, 这把简刀, 很简单, 你自己拿着, 但当你对着自己的, 没心的时候, 你会很不舒服, 这就是佛教所讲的, 就是锐, 锐气, 就是杀气, 就是晦气, 就是晦气, 那么在生活中的物理科学, 那就是磁场, 对着你, 磁场不好就是风水, 环境不好嘛, 所以, 我觉得, 现在宗教与科学之间, 实际上的界限, 逐渐再往一起靠拢, 它包含了自然哲学, 自然学, 还有这个科学, 现在的科学, 物理科学, 然后哲学, 然后宗教学, 咱可以说神秘学, 然后我们, 人类现在已经到了其他星球, 在过去这都是迷信, 这都是伪宗教, 但现在很多已经用物理, 用我们当下的有为的世界, 已经和未来的无为的世界, 已经进行了友好的沟通, 这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们人类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最快乐的时代, 而且, 我投资了很多很多生物科技, 我认为人类的未来十年到三十年, 是最伟大的生物科技的时代, 因为大家去看一看, 都知道硅谷, 叫Biolica Valley, 但是很少人知道, 就是这个圣地雅各, 这个圣地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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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圣地雅各, 20年前, 圣地雅各就上万家生物科技公司, 那么, 塞雷拉这个大公司, 就是从, 硅谷, 到了这个圣地雅各的生物之骨, 当时上述公司, 搞了基因排序, 这是一种人类的一种, 生命的一种巨大的革命, 那么, 这点中国做的非常非常好, 中国的企业家做的, 孙企业做的很好, 但中国的政府在这方面, 完全是, 这个, 近视, 完全不得了人的意义, 也不加扶持, 都扶持那些搞金融的诈骗公司, 扶持那些搞房地产公司, 税公司, 这个生物领域是最伟大的, 我从那里, 很多次看到了, 就是说, 如果美国当年, 布什总统, 把这个干细胞的事情不停止的话, 现在各种人早就做到了, 而且这个人的换各种这个, 各种内部器官早就做到了, 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这个生命的福祉, 那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但是当然了, 它也有道德和人性上的问题, 在解决中, 但不管如何, 我相信未来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癌症绝对不会存在, 艾滋病绝对不会存在, 然后人类的生命会大幅延长, 然后活着的生活, 生命的质数, 和生命的本质, 会得到大幅的改善, 这就是宗教过去所承诺的, 让你活着的时候, 活得长, 活得好, 活得快乐, 活得开心, 然后让你死了以后, 去这个耶稣啊, 这个基督去他爹的地方, 去最好的地方, 佛教讲就是一个最快乐的愉悦的世界, 没有贪嗔赤曼仪的世界啊, 这个, 这个伊斯兰世界是, 倒是你所有想要的, 那都是上天, 到那都会给你, 阿拉都会给你, 那拥有着这个, 你最美好的事情, 那是花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 满足你一切的世界, 那么这都是一样的, 中国虽然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 大家看一看, 到登峰去, 最好看的不是少林寺, 也不是这个中月庙, 登峰里边非常好的, 实际上很小的, 就是松山书院, 松山书院里边有最有名的图, 就是一个, 三个一个人就是, 这个佛道儒, 佛教, 道教儒教, 这一个人的这个本相, 三本之相的这个图, 他实际上很多人看完以后呢, 没有太多的感悟, 但是我去过大概几十次吧, 我自己有时候开始也去, 我每年都带着我的所有的玉达的员工, 我要去拜中约庙, 拜中约庙的时候, 我们都去那里去, 拜完以后吃茶叶蛋, 吃那旁边的烧饼, 然后我们去喝酒, 大家非常幸福, 这是我们玉达文化的重要的核心之一, 我每次到那时候都有深刻的感受, 就是说, 哲学和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它是如此的神秘, 但是又是如此的清晰, 但是能悟到其宗者, 悟到其逆者, 寥寥无极, 寥寥无极,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河南九朝古都, 中原这个伟大的最渊源流长的这种文化, 佛道路三教九流的地方, 它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现在的新的一代的年轻人, 应该真的是要读书, 还要看历史,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高人, 要认识高人, 这个昨天, 前天, 我收到太多太多信息, 刚才我这个直播之前, 大概30分之前吧, 一个我的老大姐给我打电话来, 原来她也是咱们中央的一个领导, 非常非常气重文贵, 有半年没跟我联系了, 这次让她的警卫给我打通电话, 就说了几句话, 这个老大姐我绝对听进去了, 第一个呢, 黄燕的事情她认为都是属实的, 甚至更夸张, 但是作为一个女性, 她感到可耻, 这为她, 但是现在她的事情, 她已经为她所有做的事情, 已经在道义上和身体上, 生理上, 社会生存环节上, 在遭受了巨大的痛恨, 她是建议我呢, 对黄燕的事情, 就是说千万别把底下给突破了, 她说如果有这视频呢, 一个考虑法律的问题, 一个考虑她个人承受能力的问题, 别人可以自杀了, 这样的话, 就让中国的女性呢, 很多人难受, 我一想, 我还真是挺起鸡皮疙瘩的, 她要真自杀了, 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的, 希望她呢, 希望她本人有勇气, 能对她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公开说明, 忏悔, 这比较重要, 她能不能接受法律制裁, 说实在话, 这是法律的方式, 是国家的问题, 跟我没关系, 我答应这位老大姐, 最近, 最近一段时间, 我就不去说谎言这个事情, 还有老大姐就说道, 说我最近的爆料, 实际体的面太光了, 各个领域, 各个领域, 特别是, 前天我提到了, 某领导的孩子, 某领导的孩子, 这个她说, 你提人家干嘛啊, 人家是搞学术的, 今天已经两位老领导部说这话了, 昨天也有跟过说, 我说那这个我不接受, 我说我想说她, 我所有过去点过的人, 我未来我都希望她告我, 我希望她跟我对话,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说她和我有渊源, 这个渊源她伤害了我, 她当时和李永们串通在一起, 她是想灭我的家门, 抢夺我的资产, 我才说她, 我都没开始说, 说到这的时候, 就很多网上朋友都要我发视频, 崔永们你们不知道, 这种好奇心理, 希望你们一定要成熟啊, 崔永们我给你们建议, 您知道发视频的概念是什么吗? 第一个, 最重要的, 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 发视频, 这个罪行跟杀人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任何有常事, 只要我在我手里边, 郭文贵的时候, 发出了这样的视频, 公共发出的视频, 这跟在美国杀人一样的, 这是要百年的时间, 待在监狱里边, 推移我们很多人都是学法律的, 有很多很多高人, 大家都懂的, 我们的律师非常之明确, 他可以作为控告, 可以作为一个呈堂的证据, 还有经过地, 又回来了, 咱们, 咱们又被害掉了, 还好我们有准备啊, 害吧, 你们害吧, 每次你们对我们的这种入侵和害, 都在对美国来讲, 都相当一次的战争行为, 太愚蠢, 太无知了, 太懦弱了, 太卑鄙了, 用得着这样吗? 完全不需要吗? 对不对? 我记得刚才说, 那些视频的出处和来处, 那今天就是说, 在美国和世界上引起的这种法律纠纷和道德问题, 那是灭顶之灾, 所以说这个我们律师团队正在跟这个, 这里的相关法律部门, 他们, 尽管他们处理后, 就是不仅仅是打格子, 他们处理后, 允许我们拿出来, 可以在全球发布会上, 可能会有一些不用的, 那已经够吓人的了, 已经够吓人的了, 这个一开始说绝对就不行, 到现在为全球发布会, 我们是登册注册登记注册的, 然后我们提供的视频当中, 我们有前提法律声明条件的, 我们会在全球发布会上适应,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 很多人说, 你就直接在媒体上操作就完了嘛, 你不用全球发布会, 这就是, 有很多的原因, 我们也搞全球发布会, 现在已经过千家了, 过千家了,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这所有自媒体多少来参与的, 那我们要是放开了, 那就不知道多少了, 几乎全世界的大媒体, 没有不想来的, 而且从开始呢说, 这个只是现场来, 和这个现场这个参与和看, 并没表达现场直播, 到现在绝大多数人都需要直播, 而且, 所有人, 我们是免费嘛, 说好, 是免费, 不收钱的, 到现在很多人说, 不收钱不行, 因为不收钱他们没办法, 这个商业上是没办法说, 他又不能用, 现在又牵扯了这个知识产权, 和使用权的问题。 嗯, 好, 有些人没有回来, 有些没有回来, 所以呢, 这个全球发布会的意义和重要性, 就在这儿呢, 它的核心就在这儿呢, 那么, 我就回答刚才说, 有朋友说要发放视频, 那等于是自杀, 等于是自杀, 大家别在这事儿上, 再鼓励了, 别再学那位杨建敖先生了, 这个, 咱们是爆料, 是推动中国的依法治国, 郭气条, 不是在这块这个, 华中去统合网红, 我再次重申。 最后呢, 因为时间快到了, 我就简单再说一下, 就是, 现在很多人呢, 他也一再的推荐说, 这郭气条的研究, 昨天呢, 有几个北京的朋友, 还有上海的朋友, 还有这个, 在国外的几个老同志呢, 给我的建议, 倒是有道理的, 他说, 我上次讲过, 中国现在什么都讲, 就是, 假医疗, 假食品, 假政治, 假口号, 假信仰, 假心情, 假忠诚, 假教育, 这些, 所有的就是, 中国现在所有的那个假, 假就是信仰缺失的体现, 就贪嗔吃慢疑, 贪嗔吃慢疑里边, 最阴贪生了痴, 然后生了奥版, 然后生了疑, 痴也是呢, 就是假嘛, 狂妄嘛, 那么这个, 中国就是没有信仰的具体表现, 就是, 发生了今天什么的造假, 没有道德底线, 不相依因果融回, 把作恶, 当成了自己的成功, 他却不知道你的阴起, 你的作恶之心, 一旦, 你作恶之阴起, 就是你真是, 就是那恶果就落地了, 你想想都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 都是因为没有信仰, 造成假, 所以说, 现在咱们看到这些领导人, 这个说话呀, 这个这个这个, 办事儿啊, 骗了爹, 骗了娘, 骗了老丈人, 骗丈母娘, 然后呢, 骗姐骗弟, 然后再骗好兄弟, 这个一切都是假, 都是骗, 就像我昨天提到的那个, 众伦理书所, 那个张学冰, 满嘴谎言, 这个满嘴利益, 这个朱姆尔老弟一个善良英俊的小伙子, 也被他给弄成了一个贪图名利, 完全叫他大哥救了他多次命, 这个当年他被关在这个派出所, 还有他都六天了, 找遍天下边人能救他, 是我当时找了当时的张岳书记, 就是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岳书记把他给救出来了, 否则他关七天, 他就没有律师之论了, 这兄弟全都是气质于脑后, 完全看中利益, 没任何职业道德, 这为什么呢? 就是北大这个高等学府, 现在就练出了一个个的猪泡泡, 猪泡泡, 猪泡泡, 然后弄出了一个珠山路的这种校长的猪泡泡, 还有很多猪泡泡, 过去这十几年啊, 简直是没落啊, 是墨学时代, 不是墨, 墨学时代, 才赔出了这种中文艺书所, 以金钱为目的, 上师天良, 完全没道德, 一点职业没有, 造假文件, 两头吃, 三头骗, 一个个贪婪, 贪婪至极, 才把一个这样一个个的就是北大出来的学生, 变成了欲望的动物, 欲望的魔鬼啊, 这是多么的可怕, 当年他在协河的时候, 我那尊敬的老大哥, 还有他夫人, 那人家是真是佛教徒善良啊, 一听说是, 这个打电话找他, 救了兄弟, 人家全力以赴, 救了他一条命, 人家连杯水都没喝他的, 结果他做成这个样子, 对不起我没事, 你能对得起我们这位老大哥, 我最最尊敬的老大哥和嫂子吗, 所以说他没有任何佛学, 任何信仰可言, 哎呀, 但还是好人多啊, 咱还得想一回来, 那么这就是文贵现在呼吁的, 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大家真真得知道, 什么是我们的底线, 你到底要什么, 你要真是传出为了钱, 还有这个推友上, 你给我发信息, 你交给我赚多少钱吧, 你借了点钱, 我见到这我就马上给你拉黑, 因为你的人生观就错了, 钱只能靠自己赚, 你有困难只能自己解决, 这都是你的事儿, 你伸手找别人, 你既希望别人来给你挣钱, 那你的脑子就出问题了, 怎么可能呢, 你要靠努力, 文贵只能说, 我把我的人生分享给你, 那得结合你的本质和你的修行, 你的过去的因缘和造化, 还有最后你的靠五读书吗, 得靠你的辛苦。 你看看文贵, 我现在每天, 大家都看到, 每天我肯定是一点钟睡, 我四五点钟一定要醒, 中间还一定要打电话, 我每天工作都在二十个小时, 一周七天工作七天, 几乎没有休息, 我现在在船上, 游艇上, 飞机上都在工作。 您看看, 咱们现在说, 不要说别的, 黄燕, 女士, 你看看这个, 傅振华先生, 这些人都辛苦得很啊, 所有的贪官, 那都有一个, 非常辛苦, 一晚上喝好几多酒, 那岳文海一天晚上四多酒, 岳文海天天晚上得和七八十个女人, 天天她那个家里边有十几个女孩, 外边有一二十个女孩叫她安排, 她安排了河南车送到北京来, 拉着礼物, 拉着女孩, 还要跟那个徐子冰研究怎么捣钱, 怎么骗钱, 找股票, 然后再跟北大怎么来对方朋友, 然后再跟哪些领导送女人, 你想她多累啊, 她这也勤劳啊, 那不勤劳也当不了岳文海的, 那挖人家坟的时候, 那她也天天到现场啊, 泥子八都在天天挖祖坟, 一熬一夜一夜的, 所以说, 人呐, 不好人, 坏人, 他只要想成就一定的人物, 坏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流氓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当个大坏人, 那也需要能力和智慧啊, 那都需要勤劳, 所以说, 所有崔勇们, 只有勤劳, 让自己会致富, 只有勤劳, 天道酬勤, 才能让你真正的走向自己的成功和人生的目标, 实现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这就为什么我说天道酬勤, 人, 要孝敬爹妈, 还要孝敬自己对半的爹妈, 首先要尊敬女人, 这个女人是多可怕的, 你去想想, 你要不追究你一半的世界跟你没关系了, 关键是, 这个百分之百的世界都是女人生的, 这是为什么我一听到生活中, 谁说, 这个玩女人的词我就火了, 你哪来的啊, 不论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啊, 你得到了一半女人, 你得到了一半的世界, 还有另外一半是被女人统治的呢, 你要不去军敬女人, 那你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所以你看看当官一开始都很好笑的, 最后就玩女人都玩死了, 我们来自于那个地方, 你玩这个地方也会玩死你的, 这是真的是, 这是为什么我告诉年轻孩子们, 一定嘴不要出狂野, 别挂, 玩女人挂在嘴上, 一定要尊重女人, 还要尊重所有你的女人, 还有你对半的亲人女人, 你想一个男人, 人家, 你的老婆, 他爹妈生个女儿, 把他女儿给了你了, 你再不尊敬人家, 你再骂人家, 或者你对人家不笑你, 还有天你没有了, 包括这个女同事, 人家爹妈生一个儿子, 把儿子给了你了, 你对人家爹妈横出眼的, 那能行吗? 那不行啊, 那有天你吗? 这是基本常识, 在任何一个人走在社会上, 你对女人不尊敬, 这个女人要开始说你坏话, 骂你的时候, 你该倒大为了, 这是我看到多少当官的人, 多少企业家都出这事, 咱们一个广东的前三的地产商, 很妞, 当时发了财了, 有一天, 他从香港坐着飞机回北京, 碰到了北京市政府一个领导, 坐在同等舱, 这位市长一看他, 哎哟很高兴, 他说一起吧, 把调了调过去做一起, 他说这个你穿这一身衣服多少钱, 这一身衣服30多万, 他说刚才那女的谁啊? 他说那我妈, 他说那我媳妇, 还有谁啊? 他说那我姐姐, 全家, 他说他们穿也都是名牌啊, 他说啊是, 都是名牌, 结果到了中间的时候, 他妈过来来看他, 跟他聊天, 跟他说话, 他还训辞他妈, 他说回去回去, 到后面去, 后来这个市长就问那个他妈, 说你这衣服都给你买的, 也都是这几十万, 他妈说哪呀? 全是北京秀水街买的, 这位领导说, 哎, 哥们, 你, 你妈, 你姐的都是秀水街买的, 对啊, 他秀水街买的, 那为什么你穿真的, 说他们穿也没人知道嘛, 这位领导过去说, 这哥们就不是个领导, 还让他妈坐经济厂, 他坐独等厂, 他说你看, 我们都坐一个BG上面, 没无所谓啊, 那你他就坐后面去啊, 结果过一段时间, 这位地产开发商千亿富豪, 请这领导吃饭, 结果他的儿子啊, 这个第六房太太生的儿子, 得了白血病, 后来查明, 是他家新装的房子, 那个韩本太多, 他说你赶快, 你那么大地产商, 你把这孩子赶快换个新房子吧, 他说好, 我马上换, 马上换, 这哥们也不心疼, 也不当事, 也不痛苦, 过了几个月, 他就问他, 你那儿子怎么样了? 他又搬回来了, 那怎么处理呢? 他说那个房子那个, 重新刷不刷, 因为那房子, 同样跟卖给我们的穷人的一样, 都是最低级的内部的装饰材料。 这个地产商的故事, 是真真实实的啊, 这个真实实, 我说谁, 这位地产商的指导, 但对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就是他让他妈穿假的名牌, 坐这儿飞机屁股上去, 他坐土等舱, 他让他姐姐, 让他的这个家人, 他老婆, 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更重要的是, 这么大地产商, 家里面, 用了最低级的本, 他不仅把这种地产卖给了这些穷人, 他买房子, 这些房奴们, 我们这些房奴们啊, 我不算房奴了, 但是他也让他妈, 他也让他姐姐的儿子受害, 这就是没信仰啊, 没道德啊, 没底线啊, 可怕至极啊, 我说到这儿就是仁义, 一定要仁义, 还有勤劳, 刚刚说了, 年轻人, 一定要记住, 任何一个人, 吃药, 连卖糖葫芦的, 那旁边卖的那个热狗的人, 你看他每天, 七早三飞, 要想当人上人, 要想让人家尊重, 不二法门, 就是要仁义, 又卡了app, 要仁义, 要勤劳, 这是关键, 还有一个, 这个我今天最后, 我就今天, 因为我马上又开会了, 我就少说一点, 这个今天我还是要说的, 就是老大姐的事情, 我听了, 我要收手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黄月女士, 这个确确实实, 能发自内心的参悔, 你不参悔, 你不站出来说话, 那哪天我可能还要说, 还要说, 这个北大的事情, 今天我不说那么多, 因为没时间了, 北大的事情太多了, 昨天我也看到了夏业良先生, 和刘刚先生, 在这个公开的, 对这个我的呼吁的回复, 我想以下澄清, 这个我只说也没有, 这个私下和夏业良先生, 刘刚沟通那么多, 因为我对两位先生, 都不是很熟, 特别夏业良先生和刘刚先生, 他个性很强, 这个,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吧, 夏业良先生说了, 海外的民运, 没人能够一起, 你也可能一起, 团结在一起, 上帝都没做到, 这点上我绝不接受, 这个是因为, 上帝还觉得不到时候, 还有一个这个, 我认为海外的这些, 所有的人呢, 还没有找到一个可幸福的人, 我认为只要是郭七条, 大家认可, 认可啊, 刚才我说了啊, 以假治国以假的事情, 最后想说的一个核心, 就刚才我们的假开发商, 这他妈的事情, 我想把这个以警治国, 改成以假治国, 郭七条把以警治国改成以假治国, 未来我会发这个发推一下, 我也希望推友们支持一下, 那么同时, 大家看到郭七条出来以后, 我是没有名义, 没有利益, 没有权力的追求的, 我就是想, 在北大这个事情, 因为你们是北大出来的, 北大的这个事情上, 找出人来向北大逃个公道, 而且逃个公道, 咱本身就要以合法, 而且本身就要公道, 本身就要尊重事实, 而且文贵能做的事情, 我太多事情, 我不可能去天天做这事儿去, 我只能拿出我能有的支持, 就资金上的一定的支持, 还有一个我信息上才是, 还有人际关系上的支持, 这个是我没有问题的, 如果刘刚先生和夏依良先生, 不能达成同意, 我也听到昨天, 我很惊讶, 夏依良先生跟刘刚先生合作不看好, 刘刚先生也确实是, 把两个人的谈话公开说, 我认为这是很不地道, 这一点, 刘刚先生我绝对不能接受, 因为这样做谁都敢, 谁敢给你做事儿, 谁给你私信, 谁给你电话, 你都给你推出去, 那就不叫私下通话, 你就公开说就完了嘛, 这是为什么文贵, 所以不愿意和你这个说那么多, 你这样刘刚先生, 这太不像北大说的人了, 哎, 不过像现在北大的人, 像朱跑跑, 朱山路, 张学兵的风格, 这都是, 这些人都已经为金钱, 为利益, 已经成了欲望的魔鬼了, 刘刚先生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是没有资格去, 再去干这个北大这个事儿, 这不好, 这非常不好, 所以我还期待着夏依然先生和刘刚先生, 能站出来把这个事儿, 能给承担起来, 大家这个真正的, 是为这个社会上, 为了我们下一代, 干实实在在的事儿, 我还说那句话, 一个小行动和成功行动, 大过你讲一万遍一遍, 光玩嘴皮子, 谁在一定时间都会消失在社会上, 老百姓不是傻子, 今年你说明年说, 后年说, 发现你根本没干什么什么事儿, 你老百姓上学思想上, 玩虚的, 大家就不会再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花费时间了, 我认为,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文贵能做的就是这么多, 再次我希望, 这个杨建立先生啊, 赶快站出来, 我们筹建赶美节, 这个事情昨天到现在,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极高的热情的呼吁, 几乎是全面的支持, 连美国的朋友都说, 这个Miles你做的太好了, 这个太好了, 有利于中美之间的人民的交流, 所以昨天习总书记, 我看一带一路上讲话嘛, 是不是, 这个路可以让人新走近, 这个两国, 各民族之间新走近, 那就是, 经济就会走近, 文化会走近, 然后呢, 大家就会和, 发生和平, 就会创造出文明, 我们先让两国人民, 建新走近, 自由走近, 新人走近, 了解走近, 我们就会创造出文明, 这是非常之关键的, 希望这个杨贤立先生, 尽快拿出方案, 组建团队, 组织这个赶美节, 这个是个大好事, 大好事, 那么很多推友说的事情, 我今天时间转, 我就不能一一回复, 感谢大家的,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心, 关注,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8点钟, 我还是30分钟, 向大家报平安, 直播视频, 有可能明天在YouTube上, 有可能在Twitter上, 我今天下午会给你们公告, 有任何的信息, 希望大家发到我的这个, 那些联络方式上, 再次感谢最近的, 给我提供各种证据, 各种这个, 贪官盗户贼这些资料的人,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我就会一一展开的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